我们通过现场勘察 视频跟踪等手段 在两天的时间内 迅速锁定了按键 车辆及犯罪嫌疑人身份 并于案发第三天 将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在审讯时 我们发现嫌疑人用微信 和同一男子有多次转账的记录 我们怀疑这是一起连环倒牛案件